即上周美国司法部对涉嫌干涉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个人提起诉讼后 特朗普表示 俄罗斯人正在疯狂嘲笑美国对通俄门调查的反应 当地时间周日早晨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 如果俄罗斯的目的是在美国制造分歧、分裂和混乱 考虑到目前美国党派间的敌对和各种调查 莫斯科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结果远超其期待 他们正在捧腹大笑呢 美国 请你清醒 美联邦调查局和国会正在进行调查 调查归咎于俄罗斯的干涉美国选举 以及特朗普总统的一次通俄 白宫和克工都对此予以否认 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·穆勒被任命为调查特别检察官 俄罗斯多次否认对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指责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其额干涉美国选举的调查中 尚未得出任何结论 罗斯多次 Schlu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